這個也不難的,這個19題,你會見到本來是20元,其他什麼都沒有變的 純粹是first two kilo 那裡就加了變成五元 那就是它加多了一個 lump sum 五元出來的 所以你就逐個看,這個就是考你的 relative price 的概念 那麼,will take more 了,more 即是它說的數量 我們不可以就這樣說 take more 了,因為根據 law of demand 的話 你現在價錢整體都會因為這樣貴了,所以是少人搭了這個的士 所以無論如何,你只這樣寫 more 的話,那就錯了 如何適合呢?如果這裡寫一寫,是take relatively more 呢? 那這個就會變得對,ok? 所以相對來說比較多些,好嗎? 不是真的回答多了,total revenue 就一定升了,我不知道 你價錢貴了,小人回答了,看大人勝 那fixed cost 就會是升了,你都說fixed cost 你operation的時間,我當你真是多了 那你的cost 應該都是不變的,怎麼會有改變呢? 那fixed cost 多了呢?那就對的 但fixed cost 例如你因為這樣,你會不會因為那個 rental payment 就因為這樣多了?不會的,ok? 而且這裡都是收錢的,關於fixed cost 什麼事呢? 不對,那最後排除就是ratial 因爲ratial是short over long的,相對上long的比例的 proportion會多些 那short就少些,ok? 那你會見到,當它全部都是升了 那就應該都是,最終最後的ratial就會下跌的,ok? 相對多些,好,19題都只有69% 謝謝你 謝謝展望 謝謝展望 謝謝展望